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5月28号星期三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宇周 各位好 我是宝身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一发布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 多方面介绍中国人权事业成就 那么过去年来中国人权是否向着更好更高迈进 每个中国人是否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请中国政治观察人士进行解读 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另外中国政府正在实施高考改革 去年9月以来中国各省份开始发布2014年高考的相关信息 其中的改革内容引人关注 经过改革之后的高考机制是不是会更加公平合理呢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也将听听分析人士的看法 不过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无大报的头条新闻 在纽约时报方面 奥巴马说将在2016年撤出驻阿富汗的大部分美军 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 中国警告记者不准报道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军医院两名年轻病患 在急诊室中意外死亡 这个医院的指挥官被免职 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新闻是 加州枪击案死者的父亲要求国会更严格的管控枪支 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 中国年轻人对天安门事件知之甚少 美国最年长的众议员 德州共和党人拉尔夫霍尔 在初选中败给查党的达特克利夫 近日美国把利比亚国内安全状况日益恶化 美国政府建议美国公民离开利比亚 谷歌公司称已经研发出全自动驾驶汽车 奥巴马总统将发表一系列演说 为自己的外交政策进行辩护 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新闻是 奥巴马总统公布美国未来在阿富汗的驻军计划 预示奥巴马未来外交政策的新动向 脸书网站是巨资收购即时通讯应用公司 WhatsApp将可能遭遇欧盟的反垄断调查 洛杉矶时报方面被诸申禁止涉足一切快船队 及NBA相关事务的快船队老板唐纳德斯特林 正在寻找买家希望尽快卖掉快船队 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将在2014年底减少到9800人左右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无大报的头条新闻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今天重要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概述了有关阿富汗的计划 美国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将于今年年底结束 奥巴马在白宫发表讲话说 现在是把过去这十年这一页翻过去的时候了 期间美国外交政策非常偏重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 奥巴马说9800名美军将在阿富汗驻扎到2015年 在奥巴马2017年离任时 留在阿富汗的军队将不会超过1000人 兰德公司南亚问题分析家姆诺兹表示 有人担心相对快速的撤军可能使阿富汗处于危险境地 姆诺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奥巴马可能选择提早阐明自己的部署 以使阿富汗政府有更多时间做出反应 目前美军在阿富汗有32000驻军 高峰时曾达到10万人 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的一些消息 中国当局在新疆对55人进行公开宣判 罪名包括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等 新华社说7000名本地居民和官员观看了星期二 在新疆伊犁一个体育馆进行的集体宣判 至少三人被判处死刑 其他人被判监禁 罪名是谋杀从事分离活动 以及组织或者参与恐怖组织活动 在公判大会上 警方宣布有65人被逮捕 他们被控类似的罪名 中国宣布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治理行动 打击那些通过国内即时通信工具 传播非法和有害信息的人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星期三说 这场行动将针对拥有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 公众账号的人 微信的用户超过8亿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声明说 这项行动的重点打击对象 是那些利用即时通信工具 传播谣言 以及涉及暴力恐怖色情 以及欺诈信息的人 这项声明没有说明将采取哪些检查措施 但是表示 如果即时通信服务商不遵守政府的有关规定 就要承担责任 中国已经封锁了包括Facebook和Twitter在内的 很多外国社交网站 迫使中国公民不得不使用 更容易受到控制的国内同类网站 另外有关美国斯诺登事件的最新进展 透露美国政府国内监视项目细节的 前美国情报机构合同工爱德华斯诺登说 他曾经接受间谍训练 在国外为美国情报机构做便衣特工 在莫斯科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电视新闻主播威廉斯采访时 斯诺登反驳了批评者们 有关他只是一个低层分析员的说法 斯诺登表示他做出从事某种工作的假象 并且接受上层给予的假名 媒体星期二发表了这次采访的片段 去年身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工的斯诺登 飞往香港 随身携带着详细说明国安局 如何大规模搜集美国公民电子通讯记录的电脑文件 韩国官员说 韩国南部一座老人医院 星期三凌晨发生火灾 导致21人死亡 7人受伤 这所三层楼的医院位于长城郡 或从二层楼烧起 医院的大多数患者 是卧床不起的七八十岁的老人 医院附近的消防站站长说 6名受伤的人有生命危险 有关官员说 很多人是吸入有毒气体导致死亡的 据报死者中有一名护士 这家医院的负责人出现在记者面前 深深鞠躬 为发生这一灾难道歉 在发生这起火灾之际 韩国人还在悼念4月16号 杜伦陈帆事故的300名遇难者 其中大部分是高中生 好的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 中国国务院星期一发布 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 白皮书 称中国的人权状况向着更好 更高迈进 每个中国人都有人生出彩 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将请专家探讨 白皮书上的人权和现实的人权 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VUA卫视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一年来 中国的人权状况 果真如白皮书所说的那样 向着更好更高迈进 美国中国人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吗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将邀请政治观察人士一起来讨论 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 何女士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skype参加节目 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 我们欢迎两位 与此同时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是开放的 400 120 0551 大陆和台湾 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400 120 0551参加节目 提出您的看法 也提出您的意见和问题 那么首先我来问问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何清莲女士 那么据我们交换过意见就说您是一直在关注中国的人权 以及他的人权白皮书 那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 这次是中国人权白皮书呢 从九一年开始第一步 到这次大概是这个第十一步 那么这一步的人权白皮书呢 它与过去呢 就您的观察来说 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新意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差别和新意 这一次的人权白皮书吧 倒是没什么新意 但是呢 他仍然是迎习过去的写法 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很多事情 他只讲他做了什么 但是不讲这些事情造成的原因 比如这个樊靖群 他说了政府呢 建立了多少个PI.5的那个监车站 但是他根本就不讲这个中国的空气污染 多年来就是由于中国政府的防保政策 以及房间监督实务造成的 他就不谈这个原因 其他的包括这个 什么社会保障权利 还有言论自由 还有民主权利 他都是用一种偷粮换柱的方式 比如这个社会保障 他也只讲建立了多少 但是他不讲中国呢 根本就没有 以及社会保障的水平又怎么样低 民主权利还就是按照中国自己讲的那个民主概念 声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至于言论自由呢 那么他和这个海外 其他的NGO公布的完全不一样 就像2013年这个记者无间界公布 中国至今呢 有30名记者和69名 因为网络言论来被抓起来的人 就是将近100位关在这个监狱里 问题是 这还只是去年2013年的数据 今年呢 当然这个人数就更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人权白皮书的一贯写法 没有什么新意 你还自己找不出链点呢 陈贵德博士 我们看到这个报告 这个白皮书的一个很重要的说法 就是发展的成果更多的汇集了全体人民 据您了解 中国的发展成果 在对老百姓的这个衣食住行 生老病死 到底有没有带来更多的实惠呢 我觉得如果是从比较长的 30年的发展来看 这个改革开放来看 平均水准是有提高的 这个应该客观承认 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准 但是中国人的相对剥夺感越来越强了 相对剥夺感就是他和其他人的 那个特别是和官商勾结的 这样获得的财富的那种相对剥夺感的差距 贫富差距 激励技术越来越高 现在据甘肃的一个大学的调查是说 中国的激励技术达到0.61 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个贫富差距 我们讲这样说吧 例如我们讲一个一个人 一个中国的普通人 他在开始的年代 就是改革开放年代 例如他是收入是100块钱 到了以后 到了这多年以后 到了收入1000块钱 增加了10倍很大了 但是一个官员或者一个有关系的 或者权贵的官员 他的收入当时是 比如说100块钱的时候 他是1000块钱 但他后来是10万了 好 他平均下来 他两个人加起来 你看这个平均下来也是5万多了 但是这个平均数有意义吗 你说他实际上只有200块钱 或者1000块钱 他平均下来他是有5万了 5万多还要 你说这个有意义吗 我觉得所以说这个平均数 并不是对于衡量社会的幸福感 对于公民的生活的满足感 有意义的 平均是提高了 我承认客观承认这一点 但是公民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了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中国政府出这个白皮书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希望他的读者是谁 究竟是外部的这个西方世界呢 还是他本国的这个老百姓 还有呢 他出了这个东西之后 他的作用究竟在哪里 我想他主要的读者 可能还是给国际社会看的 因为他想我们中国还是 中国政府还是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你们不要一天脑贫火 我觉得刚才何清亮与他讲了 这个东西我看了一眼以后 我觉得我从2003年也看过 后来到现在一直看下去 我特别注意到这是 我每年看了就感觉到是 我们中国人还蛮有幽默感的 居然敢提出 就是说我们还有言论自由权 我们还有民主权利 这个东西我是我的话 我就非常羞耻 这两个东西就不要提了吧 就还敢于提 而且还正正有词的和国际社会 所有的这个评论家和中国人的感受 完全相反的东西 他居然拿出来提 所以说不光是脸皮厚 而且蛮有幽默感 这个都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 不能说他们有点幽默感 何清亮女士 这个报告当中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在过去一年当中 中国加强了对权利的这种约束 严惩贪污腐败建设连接政治 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你怎么看 这个事情倒不完全是垂流 我早就说过 这个防腐败全世界 有利用装置防腐败很成功的国家 比如像这个新加坡 也有利用装置手段防腐败很不成功的国家 比如这个中国 利用民主制度防腐败比较成功的国家 有美国 但是也有了民主制度防腐败很不成功的国家 比如印度 所以中国利用这个装置手段防腐败 应该说从习近平自己清正以来吧 去年一年确实是获得残住发展 残住发展呢 虽然大家都说是权力斗争 是这个出于这个要清除政治对手 有选择的防腐 我觉得这个评价呢 有一半对 也有一半呢 还是不是特别对 比如 谁不是政治对手呢 李鹏 打击三下集团 李鹏就不是习近平 和阮奇山的政治对手 那么最近 抓出来的这个霍国前的儿子 也不算是政治对手 那么就是 所以呢 有时候的评价吧 还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 实际情况呢 应该说习近平当政以来 是省部级干部呢 被抓得最多的 几乎是现在在观察 确实引起一片恐慌 我们要探讨的就是 这种运动式的防腐呢 到底能不能够取得残住效果 能不能够尽可能最大的 自理腐败 我觉得要探讨这个问题 因为我注意到了 习近平这个班子里面 要说的话 王岐山呢 确实是个很能干的人 做什么事呢 都能够把他自己的领域 做得紧紧有条 就像这个中纪委 应该说 我从这个90年代 就很关注这个中纪委的工作 应该说中纪委在胡锦涛末期 已经成了一个 不捉耗子的猫腊 而且由中纪委的人提出来 要赦免腐败 这个实在是太滑稽了 应该说呢 我觉得这一点 它不算是垂流 关键是要探讨 今后如何把这个制度性腐败 用一种制度性价格 能够反下去 否则呢 人完正习 这种情况是很可能出现的 好 谢谢何女士 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 中国的第十一部 人权白皮书呢 刚刚发布 好 接下来我们来收听 接听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00-120-0551 400-120-0551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听出您的问题 也发表您的见解 首先一位呢 是宁夏的高先生 高先生您好 2013年人权白皮书 有以下三个亮点 2013年人权白皮书 有以下三个亮点 第一 反腐打虎灭苍蝇 第二 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第三 背除劳教制度 我认为贪污腐败 使我无重响之营 计划生育 使我无御敌之兵 贪腐不除 寄生不废 中国梦难缘 孟家宝曾经向国人承诺过 要使中国人活得有尊严 劳教制度 是国人没有尊严可谈 在过去一年里 习近平主席 王岐山先生和李克强总理 在这方面 在这三个方面取得的进步 是可喜的 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呢 中原年啊 良药苦口 习主席已经主建了一年 言诺自由受到空前打压 这不能算是人权的进步 习主席说 有效不复反动知识分子 利用互联网向党发起疯狂进攻 我们既不反动也不疯狂 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向党 向政府向党 建言献策 多数世纪分子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 尤其是维权律师 他们有法律说话 用理性说话 抓捕律师属于 维冤而去语 为中国梦蒙上了一层阴影 毛选第五卷说 让这些臭老酒放屁 让大家闻一闻 这个屁是香的还是臭的 毛泽东也有这种哑量 也有这种自信 感动知识分子辩论 希望习中心能够网干一面 在现场的陈博士回应一下 刚才这位观众朋友 他发表这个见解 就是说从这个来看 你来评判一下 我们这个中国老百姓 他们现在是一个认识水平 我觉得还 我还比较赞同 这位高先生的基本看法 达府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 应该说 但是能不能起诉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他谈到了言论自由 这非常重要的 而且他也直率地提出了 非常做得非常坏 我觉得这个非常 我只要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知道 今年就是在家庭里面 私人的家庭里面 开一个会 就被拘捕了五个 而且都是很有知名度的知识分子 例如徐有余 普志强等等 还有郝健教授 这些人五年前 2009年 同样一模一样的一个会 参加的人都差不多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重合 都是同样的一个会 没有拘捕一个人 只是个别的人找来 问了一下话就完了 没有拘捕一个人 我们说你这是进步了 还是退步了 这是非常显眼的 还有像许志勇案 像高瑜女士的案件 都是说明现在对言论自由打压 是相当的疯狂了 不光是一般的打压 是相当疯狂了 我觉得这点是当今的中共领导 特别要注意的 何清廉女士 刚才陈归特博士 稍微谈到了一些互联网的问题 那位宁夏的高先生也谈到了 我们就在今天看到的消息说 中国当局决定利用一个月的时间 对拥有八亿用户的 即时通讯工具 也就是微信 还有其他的即时通讯的工具 拥有这些人进行清查 然后进行惩治 这就说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 并不是像中国人权白皮书所说的那样 为言论自由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你怎么看互联网的发展 以及互联网在中国 受到进一步管控的这个现实 我一直在说一件事 就是中国政府来为互联网的发展 贡献了一个拼门 就是网络监控 刚才讲的对这个八亿 什么用户进行清理 我认为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中国现在每发展一门技术 就是也同时发展一门监控它的技术 尤其是那个庞大的金顿工程的数据库 我听一个参与过那个工程的一个人的朋友 详细跟我介绍过一个多小时这个情况 他说了那个数据的承除功能特别大 只是平常根本就没去掉它 一掉它几乎是可以立刻掉出 关于某一个人某一件事 所有的资料来 然后再确定怎么用它 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人权白皮书 谈到互联网给人提供言论自由的空间 只说对了一半 就是在网上胡说八道 还有就是讲那个色情话语 还有各种各样的跟政治无关的 确实是空间无限广阔 但是政治方面的言论是越收越紧 卡得越来越年 而且就是禁忌越来越多 这一点就是刚才我说的 中国自己仍然是被多个国际人权组织 列为复年晚自敌 新闻自由自敌 这一点就代表了国际社会的评价 好的 谢谢何女士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 第一位是河南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李先生在线上吗 您讲 就是我想知道跟着共产党干出了事故 人家让农民自己拿钱 人家这样说的 咱这是共产党的企业合法 就是农民自己拿钱 我就想知道 这破北京那些破党员 这破耳道 能不能听到我今天晚上说的话 好 谢谢 好 谢谢河南的李先生 明白您的意思 他今天说话我们能不能听见 我们基本能听见 但是不是太清楚 不是 他说他讲的话 在北京的那些当官的 是不是能够听见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听见 我们也希望 好 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喂 您好 请讲 喂 喂 张先生请讲 是我吧 是 我先讲一下 我中国的人气的情况 我最近看到的 我们这个湖南这个地方 就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以前的话 我们都是说 大家都在搞经济建设 搞经济建设 大家都是想赚钱 现在对那直接的 我们这个街上来到处是警察 就是说 到处是那个大地乱来的 就是要搞维稳 我就是搞不懂 现在为什么 现在中国会出现这个情况 像我们这样一个城市 经常那个警察的 阶上就呼啸可够 这是我今天就想讲一下这个地方 这是中国是不是把工资终结 已经放到了这个维稳上来了 就是这个恐怖袭击啊 是不是是不是新强的恐怖袭击 超人的啊 分线式的超人的 还是我们广大的 这个群众的 活力的诉求 没有得到 没得到重复的表达 但这个就是 也还引起了这个民怨 这个废城 所以这个警察就是说 我就讲这些地方 谢谢湖南的张先生 为什么会有民怨 为什么现在警察遍地啊 就风声鹤唳 好 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能听到吗 能听到 好 我想说的就是 绝对的民主和自由 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 就是 那么中国的民权状况 就是毕竟比以前好多了 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比以前都好了 对于新闻自由 新闻言论自由 我常见现在比较逼舍 但是我现在打电话 都听到美国自由节目 就是在网络上收听 我想说的就是 六四学潮 不必过度的 渲染那些 处杀的情点 对于一切 想颠覆中国 国家安全的活动 中国只有用守卫品 好了 我说完了 好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 接下一位是 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我刚刚收看 这个节目 我看到上面 有那个人权量的 这个问题 我们是农村 我觉得也不用讨论 根本你问 每一个老百姓的话 如果公开调查的话 肯定百分之九 我实在是认为 自己什么权也都没有 不管你出来多好听 你说有什么权利吧 参政权 经济管理权 公共的经济管理权 你说什么权也都没有 我就不说 我刚刚看这个情况 知道 反正我知道这个人权 你也说调查的话 我敢说百分之九十的人 从老百姓 什么权 好 谢谢 谢谢河北的 张先生 就讲到这个人权的问题 当然有这个 看病的权利 他刚才提到 他有这个教育权 那么生存权 言语权 话语权 这等等很多 那么我首先想请 陈辉特先生来回应一下 刚才几位观众朋友 他们的意见 就是其中有一位谈到 他说现在的这个人权状况 相对以前来说是有所改善 至少他现在打电话 是可以打过来 也能顺利的把自己的言论 别吭了美国之音节目讨论 能说完 有些方面是说有进步 但是有些事情是非不仁业 是非不为业 是不仁业 他不能控制了 因为这有这么大的互联网 他要所有的都控制完的话 那他的警力都不够 我想这个是 最重要的是 我刚刚在来美国之音的路上 还听到国内的一个朋友 打电话给我说 他说现在在北京 我们要去乘地铁 等于上飞机了 什么意思 安检 乘地铁的安检 和上飞机一样的言 我说这个是在全世界 地铁站外边黑压压的一片 然后有网友甚至说 可能给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机会 是 这个东西太可笑了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我相信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乘地铁和乘飞机一样的安检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情况到了这个地步 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在恐惧什么 有些人说是 中国政府把自己内心的恐惧 转化成老百姓的恐惧 确实 现在老百姓 行走 村里出事情都要连坐了 就是村干部要年代 要负责任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包括郊区接到通知 要求人们在路口涉港 这完全像战争年代一样 我不知道现在 中国政府在恐惧什么 所以刚才 有位先生说的好 他说 要说人权 一般老百姓挺会困 99% 都是说没有 所以刚才有些人说 是 有些方面是 好像看起来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之音了 可以上互联网了 可以知道一些情况了 但是最重要的东西 他还是被监控得很实的 但虽然是说 这些没有监控到的东西 我想是 他也不可能 就是说 所以摩高一场 刚才何信任 但是我还是想补充一句 他说 中共的空间质量非常强 我相信确实控制的多下 但是如果是每个人都去 要获取外面的信息的话 他再怎么也不行 就是说 摩高一尺 倒高一丈 你有控制的方式 我有反控制的方式 这个是不断地在循环的 往前走的 但是我相信 突破封锁的力量 最终是要超过封锁的力量 好的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是中国的人权状况 我们欢迎您打电话 400-120-0551 跟我们谈一谈 您对人权状况的感受 您是不是认为 您自己有人生出彩 梦想成真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 几位听众观众朋友 打来的电话 第一位是辽宁的高先生 高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高先生您听得到我吗 各位你好 高先生 请讲 我是名下的高先生 是的 习近平这个人 他对自由和人权的打压 我个人认为习近平 就是希特勒法 是这一句 习近平可能都没有读过 中国的老子的道德性 更不懂得老子从今说过 年不畏时乃何一次次之 不论是新疆 还是西藏的少数民族 都这些是采为人道的迫害 我说我可是支持那个 梁朝青春的那个价值观 不论你的国体是共和制 还是君主立信制 只要你的是政治 是自由民族 认证法制 我都支持 好多的话 我就认为法制 谢谢高先生 您的电话线路 有一些干扰 有一些干扰的声音 好 接下来是四川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您好 您好 我感觉的 现在我们这个 中国的这个城市里面的警察 可以说多得要命 你在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边 都有一些警察 或者是便衣 他们都骑着电动摩托 都看这些人 去监视他们的一举一 实际上 实际上城市里面 已经被这些恐怖的这种 这种黑色的这种 这个阴暗的东西 是笼造的 是老微信没有一种安全感 好 另外一个 关于新闻自由 也是一点都没有 可以说 即使听他们这些 这个老年同时 这些 谢谢张先生 张先生 因为您这个 您背后的设文机 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很大 请您下次打电话的时候 上线以前 请您把设文机 或者电视机的音量 关到最小 这样就不会有很大的回声 影响我们跟您的沟通 先来再请河南的张先生 参加我们的讨论 张先生您好 请您简短 后边还有很多 听众朋友在等着 河南的张先生 请讲 请讲 河南张先生 如果您听到我说话 现在请您发言 张先生先录 有些问 张先生 是张先生吗 请讲 喂 喂您在前上 张先生我们听到你了 请讲 好我们试一下 下一位听众观众朋友 江西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江西的李 请讲 好的 谢谢江西李先生 李先生刚才谈到了 官场腐败的问题 他没有用打老虎 他说是牢鱼和牢虾 我想请何清莲女士 来回答一下 刚才好几位听众朋友 都谈到 目前中国这种反恐 维稳 对老百姓造成了 很大的不变 除此之外 他们更担心 他们的公民权利 包括他们的言论自由 还有在行事程序方面的自由 受到侵犯 您怎么看待中国当前 维稳 反恐和保护公民权益 或者说人权之间的关系 中国现在保护公民权利和反恐 确实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 所谓恶性循环 如果在汉人内部 你讲过度防范 可能大家还能够想一下 这个人是因为平常受到压迫 有很多冤屈 没地方那个 所以就把他自己的一些不满 最后变成了一种无定向暴力 然后就是哪个反解薄弱 他就向哪个反解制造这个暴力事件 这个大家还可能够想一下原因 但是对于这个少数民主的问题 说老实话 要汉人这样去想已经比较困难了 中国政府也是利用了这一点 所以对于这个新建的反恐 已经进入了一种 几乎是到了那个 对付外敌的一种办法 那么就是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很不好 对于这个少数民主很不好 对于这个共产党来说 也很不好 一般的来说的社会紧张 到了这个程度的话 如果不能达成和解 就只有继续高压时报 而看共产党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和新疆 维吾尔州达成和解了 几乎在近期内没有可能 第一呢 大臣和解是要双方那种暴力冲突 达到了一定的级别 而且是双方势均力敌 导致力量略强一点的那一方的感到 不做事让步就不行 现在新疆的所谓恐怖组织呢 到现在为止 在那个国家安全蓝皮书里面 说到他们的那个装备吧 也说主要还是冷兵器和最低级的一些东西啊 那跟共产党这个武力对峙的话呢 应该说目前是没有可能 迫使共产党做出这种实力考量 然后让步 那么就是内部来说呢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 短期内无法解决 第一就是实业的这个社会底层越来越多 农村里的实地农民 城市里的那个无功可做的实业者 还有就是尤其是这个大学毕业之后 这些人呢 无业可救 几乎呢 已经只能靠近父母工厂 或者是靠父母官下就业 在这种情况下呢 哪个社会都不安定 我们都知道那个意大利著名的红色旅 就是一批实业大学生 组成的国际上最有名的早期恐怖组织 其他的国家也是阿拉伯之村的主体 也是这个实业青年 其中有百分之几十是实业大学生 突尼斯就更加不用讲了 是那个小贩就是大学实业大学生 所以呢 这几个因素呢 已经使中国呢 短期锐 不可能进入一种的泛系维维 这种状态 好的 时间关系呢 第一个话题 有关中国人权白皮书的讨论 就感谢到 就讨论到这里 感谢何清莲女士和陈奎德博士 参加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请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 中国高考新政将面向何方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讨论 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时事 大家谈节目 中国政府正在实施高考改革 自从去年九月以来 中国各省招生考试部门 开始陆续发布 2014年高考相关信息 目前呢 已经有三十一个省份 正式的出台高考新政 其中各地加分大受身 最引人关注 此外呢 外语考试方式 考试科目调整 以及对会考成绩的重视等等 也是改革的热点 那么实施近四十年的高考制度 经过这一改革之后 是否会更加公平合理呢 它对中国教育体制 和中国的深深学子 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时事 大家谈节目呢 我们也请分析人士 来一同探讨 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讨论的嘉宾 仍然是独立评论人士 何清莲女士 以及美国 彭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陈奎德博士 我们欢迎两位继续参加 这个话题的讨论 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 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拨打这个电话 参加有关中国高考制度改革 这个话题的讨论 陈奎德博士 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 已经实行了几十年了 您可以不可以总结一下 它的好处在哪里 弊端主要有哪些 我想简单地说吧 我觉得中国的高考制度 相对而言 和中国的整个制度 和中国的教育制度 相对而言 还算是比较公平的一种制度 虽然有非常多的弊端 就是说 它起码是相对公平的 使社会上的各个阶层的人 都有了凭自己的能力 入学 受到更高等教育的机会 就像我们大家都是中国高考制度的受益者 对 这个是我想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 1977年 邓小平的这个改革 这一点是使很多青年人受惠 而且很多青年人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想这个基础的一点 我还是不愿意放弃 但是中国的高考也有 越来越经过了在二三十年后 尤其是后来经过了很多改革以后 还是产生了很大的有些弊病 有些很重要的一些弊病 是包括地区性的歧视等等 包括像许志勇博士他们也谈到 像农民工的儿子或者他们的子女 在城市 他就没有和城市的其他的子女 同等的高考的权利 他就是那个富级歧视 或者各种各样的 使得在某些地方 没有平等的竞争的起点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另外当然高考制度 使一考定终身 使得有些人 有些有才能的人 有些有潜力的人 因为这些偶然的知识 就影响了自己一辈子的命运 这个东西是各个国家 如果实行这种全国统一考试 都会遇到的问题 这里最重要的改革 应该是还各个大学的自主权 各个大学 不能就像这样 中国这么大个国家 用完全的全国统一的一个高额 当然后来有所改革 各个省慢慢的有了一些自主权 但是最基本的自主权 办教育也好高科也好 还是没有 所以说这一点我想是重要的两个 就是不平等和各地的大学和地方的自主权 还没有 好 谢谢陈先生 接下来我想问问 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何清莲女士 您赞不赞同进行改革 那么刚才陈博士也讲到 就是说现行三十多年的改革高考制度 它有它的公平的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的权力的不平等 那么您怎么看现在的这次的改革 它将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我仔细看了一下改革的一些内容 我认为这次改革总的来说 还是往积极方向改进 比如它至少模反了两个国家的一些制度 就是废考和平常的那个成绩相结合 这就像美国的SAT和这个Galry的 形式上学了这个 当然要想达到这一步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外就最近有一个很重大的改革 就是把前几年高校大跃进的一些不合资质的学校 又重归这个职业学校 第一批名单有三百多数 所以这一次高考也是把这个职业院校 跟普通大学分成了这一点 做了 那么就是这一点是学习德国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制度设置上 他还是努力的想做到 但是有两点呢 我比较怀疑 一个就是这个英语问题 不再作为这个全国同考项目 是以社会法考试 每年两次学生自选成绩 这一点呢 而且有德省呢 规定了还把这个英语的权重见低 这样一来呢 我估计全国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马太效应 像北京上海等地呢 本来外语教学基础比较好 家长也比较重视的 可能他的外语就会比较好 那么在那些落后省分中西部呢 就私之家庭重视都差得多的 那么他的尺度就会放宽 从此以后呢 外语就会越来越差 就会恢复到三四年前 刚刚恢复这个高考的时候 那种水平 就是有条件的家庭 孩子外语会好一些 没条件的地区和家庭会差一些 这个影响了非常深远 我谈一下 这个我多发两分钟时间 谈一下在哪里呢 印度有一项最著名的研究 就是按照英语 使用英语的频度和熟练程度 作为核心语言分为三个圈 第一个圈呢 就是以英国美国等 还有这些民主国家为核心的圈 这些国家的民主化程度最高 就是人民的生活最幸福 其次呢 就是以什么呢 就是以那些使用英语 就是像印度啊 还有一些前殖民地 包括非洲一些国家 非洲防守使用英语的国家 比使用法语的那些老殖民地 要强得多 第三类的就是包括中国这样的 就是后期的想去学习 但是目前问题很多 这一点呢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学习这个英语 就导致大家 破除了这个语言的障碍 然后就能够看到很多 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门 那么正好这个英美呢 是普世价值观的那个发源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表面上看来只是一个语言工具 但是实际上呢 暗含着一种对普世价值的接受 还是排斥 从长远来看 会造成这么一个结果 这就是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 好 谢谢 谢谢何女士 那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收听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 中国的高考体制改革 接下来我们来收听 接听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 首先呢 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 那么请您尽量简短 第一 一切为了学生 这句谎话 这是句谎话 中国的教育是得知听美劳发展吗 非也 片面讲强调治愈 听是德愈 大家的眼睛还是血亮的 第二 为了一切学生 又是一句谎话 中国的技术教育是精英教育 为了选拔培养少数尖子生 片面追求升学率 高考重粹是为了选拔 而为了培养 伟大清华负担 求因会碎 但是这些高考 高原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 详细的例子 我就不再举了 第三 一切为了学生 这又是一个假命题 老师的待遇低 远不及公务员 社会家长把全部压力 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学生身上 希望通过求学能够 打败瓜二代 战胜高富费 就是压力瓜大师 好 谢谢您向的高先生 那么您向高先生 我们明白您的意思 就是说您对现今中国的 这个教育体制 总而言之是非常不感冒 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我想说的是 就是高考制度 确实使得公平合理的 就是参与竞争 这个人格得以施展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办教育的目的是 要培养有道德 有觉悟 有文化的劳动者 现在有很多人念完书 不知道干什么 另外学了参与高考之后 就偏偏追求分数 学英语 不会说英语 学汉语不会说话 这是教育的弊端 高考还要继续改革 好 谢谢您下的 孙先生 高先生 高考还要继续改革 我想请 陈先生回应一下 那么刚才呢 我们也谈到 就是关于高考的 这个公平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 其实对目前的 这个高考制度 很多评论人士说呢 这个是中国体制之内 可以说是最公平的 这么一个程序 那么改革之后 我们看到他对会考的 成绩的这个重视 那么由于这个会考的 本身可能会有 怪水的可能性是很大 那么基于现在中国 目前他这个体制 这个贪腐呢 是处处在 那么武币呢 是到处都有 那么您怎么看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是存在的 这个在中国的 大家可以体会 各个地方 他肯定的会 要提高自己的升学率 会考中间的分数 这个在中国的体制下 是可以想象的 就关键是 往下是怎么控制 怎么样 鉴别这个会考的 那个真实性 就是他的 这个是我想 往下会发展 包括刚才 何清亮女士讲的 英语这个问题 也是一样 但部分上 我是同意 何清亮女士的看法的 不过就是说 一个制度下来 就所谓上有 政策下有对策 我想学习英语 是很多中国家长的 因为中国人 是非常重视教育 特别是知道西方的教育 欧美的教育 比较先进 所以送了很多子女 到国外 有点钱的人 都是这样 所以他这个 他会想尽办法 使自己子女 受到比较好的 英语教育 包括像香港 大家也知道 香港过去是 英文教育很好 后来要去 两语对称 甚至要把韩语题 受到非常大的抵制 后来实际上 是无记而终了 不能实行下去 所以说 关于英文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 会占多大地位 我想中央政府的 他实行政策 是一回事 但是下面的各个学校 采取各种措施 使得他有吸引力 恐怕这也是 将来是一个 博弈的过程 是 何欣连女士 我们知道 一个制度的好和坏 一个制度 能不能有效 公平的执行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执行 这个制度的人的 本身的诚信 这次高考当中 可以说 取消一部分 中央这部分 或者同一管理的部分 各地或者各学校 将会有更大的自主权 比如讲 我看到 就在这个 整个方面 要有综合素质的评估 这个当然是要 由教师来做 在目前中国社会 普遍缺乏诚信 这种情况下 怎么能够保证 这样的规定 不会被人滥用 保证整个制度 能够公平的实施 实际上呢 讲到那个什么呢 保证和加分项目的 大受生 我是仔细看了以后 我觉得中国人 又在玩一些发样 比如他这次受生 主要是一些 特别硬的项目 奥数 科技 内达 那么就是 十三个省已经公布了 四线品德分呢 要全中要占到 可以加分S 20% 那么这个圈中蛮大的 因为具体的细节 我们来看 这一点呢 我们知道加分中间 最容易作弊的 就是这个四线品德 这种东西就主要是教师 实际上呢 这一点呢 我自己记得 我在国内的时候 90年代末期 才开始有这个保证制度 但是保证制度 一开始设置 就是为了当地的权贵子弟 和少数能够买通的那些富人 只有他们的子弟 因为保证几乎非富 非贵即富 就是这样 那么就是 由于有了这个保证制度 又可以在四线品德上加分 还可以在一些 什么比较软的呀 干情呀 什么什么 这些特产上面加分呢 最后就导致了 保证明月被他们垄断 平民子弟呢 唯一的获得保证的机会 就是这个奥数和这个科技 如果要是他们这方面有强项 现在恰好就是把平民子弟 可能获得加分的项目呢 给砍掉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呢 便于他们作弊的 我觉得干脆就把整个保证 都取消掉算了 77 78 79 我们都没有平民保证 我们倒照样的出来 真正的人才不害怕竞争 好 接下来我们时间不多了 只有五六分钟的时间了 抓紧时间 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 湖南的江先生 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河南的刘先生请您准备 湖南的江先生请您发言 你好 我听了这个高考的这个话题 我很感兴趣 我家里现在我的小孩 现在这个都高一了 我觉得现在政府这个中国的教育 都是一个富贵教育 它现在很多的资质力量 都是往好的学校走 一般的平民就是在上半期间的好的学校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 这个高考的话 大家都是在 就是中国的劳务心 上下流动 这个唯一的一条通道 这个通道就是不是很常通 它有很多的家族项目 还有很多的保重项目 我们的劳务心 都是可万不可及的 现在我就是用 超越我们的一句话来说的话 我写了一个反应词 现在就是在光安代 还有那个富安代 就是光安富安 是一名农养的 就是农养的 就是农养养的 就是农养去谋生 再过三年到八年 中国的审判以下的 全部就是老年人的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老年人的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教育 就是感到很失望的 好的 谢谢湖南的江先生 将来是河南的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喂 您好 请讲 听到您了 喂 请讲 听到您了 河南的刘先生 现在线路断了 还有一位安徽的王先生 王先生听到以后 请您抓紧时间 发表您的看法 王先生您好 喂 您好 喂 您好 请讲 喂 能听到吗 听到了 您已经听到我们的请讲 前部就大家说 嗯 前部就大家说啊 这个中国对江会成为 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啊 我们希望这一天能尽快到来 就这样 谢谢 好 谢谢王先生 河南的刘先生 请您用两分钟的时间 来再谈一谈 您对高考改革的看法 高考改革 我想它基本上 正如刚才何清泉女士 某部分我是同意的 它是用意是好的 是想和国际上的一些做法接轨 但是在中国能不能真正的落实执行 恐怕是一个问题 我们要继续去观察 不过我想对中国的整个教育制度啊 这个为什么要进行这处高考改革 和整个的中国的大学的教育制度的失败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中国大学教育制度反映了什么 我们不说其他的 你看大批的官啊 或者富贵的人的 他把子女纷纷送到国外去留学 甚至现在发展到中学 有些人都要送出来读了 只要他钱够的话 所以本科啊都没有说了 或许都是研究生 所以说这个情况表明中国的教育制度 中国教育制度最大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他的所谓的行政主导 就是说行政主导一切 就是官本位的那个教育制度 就是说教授不能有发言权 或者很少的发言权 这个是很大 第二个就是党化教育 刚才谈到品德的问题也是 实际上你这个考政治这些和品德 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所有的从幼儿园到博士 全部都要考什么那些教条 那个共产党的教条 这个是完全早就应该取掉了 要开公民课公民教育 我想对提高一般人的道德水准 公民水准还是有一点帮助的 所以这些方面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何清莲女士 您有什么看法最后想发表 我想谈一下 美国的SAT规定了改革的方向 就是要加钱对美国历史的考试部分 那么中国这一次恰好 就是没有把这个历史类 作为这个必考项目 当然在中国现在每天灌输 这个虚假历史的情况下 我觉得不把作为废考项目 也可能比较好 但是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孩子 青年都需要自己的国家 从哪里走来 脚下的土地 是块什么样的土地 然后才能够为他的未来 做出一些想法 规划和努力方向 我觉得中国这方面 和国际接轨 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文教育的实质上要接轨 不能够和这个全世界来灌输完全相反的一种价值观 这样会造成一代青年的痛苦盘繁 更多的人可能就是从此以后和国际 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格格不入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今后应该在高考的内容 设置一道杠杆 让大家朝这个方向努力 好那何先生您认为这次的这个改革的话 对中国教育体制从长远来说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影响 我觉得呢可能形式上看起来是接近了国际社会 但是在一些关键部位上呢 中国仍然不肯放血 比如意识形态教育不肯放血 第二来给了地方更大的自主权 也就是说更多的寻租空间 问题会更多 好的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 由于实践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两个话题的讨论呢 就进行到这里 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讨论的是 中国刚刚发布的人权白皮书 这是从1991年以来的第11部人权白皮书 第二个话题呢 我们讨论的是 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高考体制的改革 我们感谢何清莲女士和陈奎德博士参加今天节目 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特别是感谢那些打电话来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 听众观众朋友 另外美国之音中文部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 如果您点击卫视留言板 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 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六四纪念日即将来临 25年以来您个人的和亲友的生活 因为六四事件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请您到美国中文网上的留言板 或者是时事大家谈的Facebook上 留下您的意见 我们将在6月4号当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 发表您的心声 时事大家谈的Facebook和Twitter账号的网址呢 Facebook.com-VOAIO和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将讨论中国推动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等话题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宝生 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周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